《真理念经》 《读经议》 《读经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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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观众,我是张德罗神父 很高兴今天还有机会跟你们谈一谈 很短的三分钟左右 今天就是将领期,第一周,星期二 在今天的读经义里面,伊萨伊亚先知,他描述一个非常理想的国王,或者一个国家领袖,非常理想的 他说将来会有这么一位非常好的国家的领袖会出来 那个时候,没有人也看过,没有人看过这个非常理想的国王 实际上,在圣经的旧约里面,有一本叫做《列王记》 《列王记》里面,有描述了39个以色列的国王 39个当中,大概只有两个,圣经认为是很好的 还有五六个呢,觉得还可以,大部分三十多个都不行 真的很难,要做个好的国家领袖,非常的困难 我们自己也有直接的观察过,国家领袖是怎么样的 有好,有比较差的 不过非常理想的,几乎也很难找到 而且需要经过世间的考验 过了一年,两年,三年,五年,就会看到这个领袖到底是不是那么的完美 那实际上呢,我们很幸福 因为我们自己内心深处所跟随的,所吵败的,所敬爱的国王是耶稣 那我们也很幸福,因为我们认识他 我们也天天跟他来往,因为他死了,复活了 生活在我们当中,在我们教会里面,在圣体圣事,在圣经,在圣言里面 所以呢,我们在这个地上,当然是要尊重我们国家的领袖 尽量的备合和帮忙 不过我们没有太过分理想的期待 因为我们知道都是人 只有耶稣,祂可以拥有做最理想的,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领袖,一个领导人 让我们在这个加密期更接近他,更爱慕他,也做他的好的国民 好,我们明天再见